到底可以月入多少 我的调查 60%的外卖员每天送30单以上 工作时间7个小时以上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月收入区间就在5000到8000 外卖员当中的仅一位 更可以秒杀普通白领的收入 具体是多少 等一下说 随着视频的深入 我们也触碰到了越来越多的秘密 而这些秘密可能会令一些人不高兴 在视频消失前 您的每一次转发就是一次支持 一个月现在多少 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 一个月 一个月总意外多一点 不要谦虚说个实话 一万五六 一万五六 我就知道你行 外卖员分三类 一专送 二乐跑 三重包 一专送就是需要每天完成保底12单 不论是请假还是休息 缺点是管理严格 优点是入行有外卖站长交 三重包 就是赏金猎人 爱送不送 不送也没人管 优点是宽松自在 缺点是严重依赖你的自律 所以新手都在跑专送 高手都在玩重包 但是很显然 专送跑多了都进化为重包 对于平台的管理效率不利 因为重包喜欢挑肥减瘦 和猛干三天 休息一周 因此在中间出了一个二 叫乐跑 乐跑就是重包当中的锦衣卫 平台对于乐跑每天的出工时长有要求 除了三类工种 外卖员 还有从青铜到王者的不同段位评定 段位依据累积的单量来评 每月清零刷新 外卖一单起步收入3.5元 如果你每月完成固定的单量 就会出现T度结算 比如说450单每单5块 600单每单5块5 800单每单6块 最高是8块 不要认为收入就是8块乘1000单 等于8000块这么简单 因为达到T度的单量呢 平台还会有百元千元的奖励 而你的段位越高 你同时可以接单的数量也会放宽 比如说青铜同时可以接最多6单 王者同时可以接12单 这个12单大概就是要多久完成 平均是39分钟 有的时候我跑两个平台 我最高一次以前是接过18个 多久跑了 一个小时多一点 就像黄袋鼠和蓝箱子 都希望商家二选一一样 平台也希望外卖员二选一 但是外卖员自己会用脚投票 你说商家为什么可以开双平台 为什么起手不能开双平台 今天可能说某个平台 它的价格太低了 然后放另一个平台上下 跑的话 因为都是同样的时间 同工不同筹 你自己会怎么选 那你整体跑下来 你觉得蓝和蓝 哪一家相对人情味族 一秋之鹤 关于增收的核心秘诀 无非是熟悉路线 多劳多得 关于操作的细节呢 就是首先用好每天五次的巨单权利 什么单子好 高手一眼就知道 南辕北辙的单及时巨掉 其次 美食城的单子 商家出餐效率最高 完美的一套单子就是 一组美食城送进一栋鞋子楼 日料是外卖小哥最害怕的单子 出餐慢 一单卡一串卡 最后的诀窍就是 嘴巴要填 有什么技巧 如果大家比方像 这种下雨天什么东西 有些送过去 顾客有些嘴巴推一点 有办法什么东西 他会给你发红包的 OK OK 懂你的意思 就是对你的好评率高一点 也会影响收入的 切起你 从那下厕 他们给了十份羊肉 他光小费给了500 小费给了500 这是什么人 他那里下厕那里 全是别墅 这种老板进去 一个房子装学都来着 那是比方管要好的 我进都不改进去 我在外面 他说你进来了 没事的 十份羊肉 打地费 光打地费来来回回 200多块 就是他付的 过去小费 配送费是200多 光加上小费 我这一趟跑过来 跑过去的话 交了700块 对于外卖员的辛苦 众人皆知 问题在于 你是停留在键盘上的同情 还是现实当中的理解 你在事关自己时 把自己当做上帝 还是依然认为 你我皆凡人 我昨天碰到一个订单 然后 因为他的订单是 我是11点16分接的订单 然后 顾客的预期送拿时间 是在11点50分 然后我大概11点半 给他送到了 他说 要准备跟我跟商家 然后一个人 一个投诉 一个差评 他说我送的太快了 什么 送的太快 也要挑你毛病 对 因为他还没有下班 他那个点 就是要赶到他 预期的送拿时间 11点50分 那个点送他过来 他就是这个意思 不然就投诉你 对 他已经投诉了 外卖平台的作为 显而易见 解决灵活用工的问题 大部分小哥 来源于农民工兄弟 工厂打工者 餐饮等行业的创业失败者 创业失败呀 欠钱 欠了三十多万吧 黄袋鼠的财报显示 86%的配送费收入 用于给骑手发薪水 黄蓝两家的骑手 注册数达到 惊人的500万人 当谈到解决就业时 外卖平台大输特殊 当有一些争执矛盾出现时 外卖平台却悄 创俏隐身幕后 引导点餐者和骑手 一地鸡毛 外卖员 他们穿着黄和蓝的衣服 但他们并不是黄蓝的员工 但是这种灵活 到底是一种无奈 还是一种逃避呢 它属于劳务派遣 甚至说快递行业 也属于劳务派遣的 但是这一块的话是说 是很多公司避开了 在职人员的 那个福利待遇是吧 例如 是吧 例如 你的年终 例如 你万一出什么事 千万别来找我 因为我跟你没有关系 换个角度来想 平台他也要挣钱的 他开这个公司 他也反正 他不会挣钱 他也不会开 外卖平台确实是一个 有科技含量的模式 比如说刚巧 有一个外卖员 翻越围墙 超了进路 节约了三分钟的送餐时间 而其他外卖员不翻 但是外卖平台的系统 却把这个超进路的时间 计入了统计 让这个区域 所有的外卖员送餐时间 都压缩了三分钟 科技无罪 但这样的精算 如何才可以不被理解为 是一种压榨呢 平台用数据来驱使外卖员 那么谁又来驱动平台 走向更加公平呢 回到挣钱本身 任何一个生意做到大 都会形成一个生态 比如说劳务外包公司 帮巨头分忧 做到大甚至能够上市 比如说外卖站点 可以参与商家抽成的分拥 机灵的还会印制一些商家的传单 让外卖员精准投放给顾客 还可以帮平台招小哥 一个小哥如果干满三个月 完成单量指标 招聘人就能够得到 外卖平台3000块奖励 比如说电瓶车换电站 外卖小哥一天骑行 100公里需要换四次锂电池 一块锂电池售价4000块 没有小哥舍得买 于是交月租金310 就可以在站点不限次数换电池 一个站点 假如服务200名小哥 就能月入6万多块 电瓶车换电技术 原来是这么来的 李斌看了想打人 在对话当中 只有一个问题 大家答案一致 就是没有一个人 把送外卖当成长期职业 尽管已经有人从事了 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 但是70%的外卖员 都希望能开一个 自己的小店谋生 老哥有老婆有孩子了 有 孩子都跟我一样高了 十来岁了 十几岁了 十三岁 你一年比如说攒个10万块钱 攒得下的 在 攒得下 然后要 还想再干点什么 还是说就一直干下去 我老婆说 我们民里面做的生意 只能做小吃之内 像早餐啊什么东西 辛苦辛苦的 切断了大家 谢谢大哥 发一个开工小红包 开工大吉 好 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老哥 加油 谢谢 对话 这个接下来干什么 因为你现在还很小 我们老家都是做包子行业的 那等我长大了 肯定也是做包子的 也想自己开个这样的店 对 攒到了二三十万 你除了开店之外 还有别的想法吗 想法 就会买房买车 就这样 祝福各位都能达成所愿 我是商业小纸条 研究普通人怎么赚钱 欢迎关注我